大家好,我是小小 我是乐乐 一提到煎饼 大家想到的一定是山东煎饼或天津煎饼 但是在锦州煎饼也是一种特别著名的小吃 今天我们两个就要去尝一下 走 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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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煎饼摊好了 我点的是虾仁的20块钱一套 我点的是奥尔良口味的18块钱一套 当然了这是我吃过最贵的煎饼了 这也是我吃过最贵的煎饼 这个店里有好多口味的煎饼 当然也有最普通的 但是我觉得到这来一趟 得点个有特色的话 特色了吧 所以我就要了一个奥尔良口味 可以看到煎饼 其实一份量可大了 我感觉我们俩吃一套就够 没事相信自己 能行 吃吧 这个煎饼根据我的目测 它里边有鸡蛋 火水肠 虾仁 还有这种 土豆丝 我这里是 有肠 鸡蛋 土豆丝和奥尔良 鸡腿肉 怎么感觉里面好像还放了一点 就是放在汉堡里的那个酱 现在我要往里面自己加点辣椒油了 因为我是一个 中口人 感觉这辣椒油很好吃的样子 我感觉我这里边有芥末 芥末 嗯 吃着有一股芥末味 哇 这辣椒油闻着很香 你要不要来一点点 嗯 这会 你帮我削一点点 放这吧 好嘞 谢谢 不客气 让我尝一下 嗯 哇 太好吃了 这是我想要的味道 哇 对于我这种不太能吃辣的人来说 真的 又辣又香 但是 还是很辣 哇 老板说这是馅炸的 嗯 这个煎饼呢 它比天津的煎饼要薄 然后比山东的煎饼要柔软一点 然后它这个里边还放了汉堡里的那种沙拉酱 吃起来吧 有点甜 有点辣 还有点咸 是我从来没有吃过的一种味道 而且它里边的那个薄脆啊 也比天津的要薄 特别薄的一小片 嗯 然后吃起来特别脆 还挺好吃的这个煎饼 味道相当不错 嗯 我感觉你这个不是很好吃 咱俩要不要换一换 你这个肯定不好吃 你躺着我的 吃你想吃吧 胡说 你换吧换吧 甜 还听得像个三岁小孩 嗯 刚才的不是我 嗯 嗯 那不是你 嗯 不是 其实我发现它里面 放的一些配料其实都差不多 是吧 跟你那个味儿差不多是吧 嗯 就是它里面放的那个肉类不一样 你放的是虾 我放的是鸡肉 哦 那 那是我的不好吃 你这肯定没有我的好吃 我一会儿吃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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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里边的料放的都差不多 一样的 嗯 就是夹的东西不一样 我还没有吃到夹的虾仁了 在下边我们往下 对 这个煎饼我们两个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也没有全部吃完 如果女生来吃的话 我觉得两个人吃一份 够了 而且这个煎饼里面的用料和食材 我觉得特别有中西方集合的那个feel 嗯 而且特别像把大饼卷一切里边的大饼换成了煎饼 面酱换成了汉堡里的这种沙拉酱 总的来说这个煎饼味道吃起来相当的不错 就是这个价格稍微有点贵 要是它能再便宜点那就更好喽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点赞转发加关注 咱们下一天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